只要列车的ATP系统被关闭 限速备员系统就会启动 2018年台铁发生普悠马翻车事故 造成严重死伤 让铁道行车安全浮上台面 台铁局和中科院研发新系统斥资2.45亿 先请我们现场的两位立军人进行签名 交通部长林佳龙出席见证签约典底 中科院将在今年底前优先完全普悠马号 以及泰鲁局号52套限速备员系统的安装 那会有400套这样的一个限速的备员系统 建置在普悠马等列车上 不仅让台铁行车安全多了保障 林佳龙促成北北基山首长跨县市跨岛开会面 达成五大诉求更是备手关注 但轨道建设大跃进外界又声音 是政治意义大于交通专业吗 专业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宏观的政策面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建林 那另外也有比较就是更深入的 就是比较围观的 这是建树 那我作为一个政务官 就是要建树又建林 以建林建树比于自己能看到细节 更能观察局面 不过机动轻轨升级捷运 台北端将地下延伸到南港 这个部分按照过去惯例 台北市恐怕会烧不少钱 直辖市由台北市的部分 大概分担50%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那一段的经位 大概接近60亿 台北市负担一半 市长柯文哲点头OK 但要有折数 毕竟北北基这回能达成共识 先不管手掌肩 有没有各自政治考量 全民都是大赢家 欢迎新闻张家宝 郑海中台北报道